- 比高齊! - 比高齊! - 什麼?你還在用純手動丟球捕捉? - 講完夠怎麼追上別人啊? - 現在推薦你使用27KDRA自動捕捉即轉不計算 - 而且可以關掉背景,也不會有煩人的震動 - 充滿電的情況下甚至可以使用半個月 - 如果你雙擊使用則的話也可以購入247DRAKDRA - 現在點擊資訊網址輸入丹妮的優惠代碼 - 用更優惠的折扣進行購入吧! - 你就能夠在大小活動斗把資源濃好濃滿哦! - 大家好,我是丹妮! - 今天的主題是多龍巴魯托! - 那麼就老闆,開始吧! - 好,目前第二十季來到了第二周高結盟的環境 - 然而我們在第一天的時候有介紹過第八代準神多龍巴魯托 - 在超結盟對戰的一個狀況 - 雖然在體質上來說稍微脆皮,但是新改動的驚嚇殺傷力非常好 - 有著盾的加持要一打三也不算特別困難 - 然而提升一個量級來到高結盟賽事,大家的坦度有所提升 - 並且鬼龍其他蒂娜也存在的情況下 - 是否多龍巴魯托也能夠打出非常好的壓制力 - 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他在高結盟的表現如何吧! - 好,今天由許大師人玩家再次來投稿 - 使用的陣容第一隻是加勒地區的雙彈瓦斯 - 後面分別有今天的主角多龍巴魯托以及克雷瑟里亞 - 我們進入今天的第一場 - 好,雙彈瓦斯今天的配招是吸鬧跟狂揮打 - 那開場遇到對手是比較想遇到龍系快龍 - 對手立刻換角,選擇賈爾忍娃上來 - 賈爾忍娃上來的話,剛好後面兩隻幽靈跟超能比較難打他 - 所以持續讓雙彈瓦斯打起來 - 那對手先來一個薑水砲出來之後 - 雙彈瓦斯噴了半血 - 然後直接用一個高傷害的吸鬧出去 - 看一下對手是否擋招 - 但他敢切賈爾忍娃也算蠻大膽的 - 畢竟惡系是怕妖精啊 - 這邊切上來反而對手沒擋直接下去了 - 那他作為一隻角色派上來是古文巨神了 - 靠著火系招式能夠稍微撼動一點血量 - 不過我們今天的配招同樣是有帶狂揮打 - 基本算是迦勒地區雙彈瓦斯的標配 - 而一下下去對手擋招之後 - 再不略的妖精之鋒再放一個狂揮打 - 出招數非常的快 - 如果論上帝視角的話 - 其實對手應該要保住那隻賈赫冷蛙 - 畢竟他能夠壓制後面兩隻啊 - 他有點可惜啊 - 那此時,今天的主角多麼暴脫上來了 - 那小招驚嚇能夠打這個古文巨神了 - 而且對手出招數沒到特別快 - 無法中途讓快龍上來了 - 快龍上來瞬間 - 我們讓他出招之前 - 拱一破壞線出去 - 對手目前還有一盾 - 論小招的話對手比較佔優 - 不過他並沒有擋招直接中傷了 - 接下來兩個驚嚇直接把他拍掉啊 - 對手快龍雖然耗了我們非常多血量 - 但整體不影響 - 最終古文巨神上來開盾擋招 - 最後驚嚇再補出去 - 這一場多麼暴脫收拾掉最後兩隻是獲勝 - 這一場的話如果他能夠更有效控制假人王 - 其實戰局不會那麼一邊到啦 - 那雙彈瓦斯一開始拉了不少的優勢啊 - 讓我們的多麼暴脫在一個非常舒適的環境中上來 - 雖然差點被快龍給打下去 - 但廣益破壞傷害量非常卓越是哪下 - 好就下一場 - 這樣看到的是阿魯阿久未 - 那對手換腳 - 可能是怕我們有過熱 - 所以換上來是非常穩定的大利爾 - 但對手並不是暗影的 - 所以這傷害量看起來一半半 - 後的血量的話跟剛剛看到的假人王噴的差不多 - 然後此時急到吸鬧的氣量 - 選擇礦回打 - 這邊看起來是想要騙個盾 - 但是如果沒騙到的話 - 傷害量是比較低的 - 利爾沒有屬兇 - 也沒有壓制到 - 對手並沒有擋招 - 這邊讓他賺到了 - 反而許大神玩家這邊連續兩發 - 但第二發下去 - 其實雙方血量上差不多 - 中途是換腳了 - 克里斯亞上來 - 保留著加熱地區的雙彈瓦斯 - 能夠再應付阿羅拉的酒位 - 這邊克里斯亞一個打草劫就能夠收掉對方 - 對手還是薑水砲 - 目前高結盟的大利爾 - 基本的標配是薑水砲加上冰凍廣術 - 如果咬碎的話正常這邊會發出來 - 但其實薑水砲跟咬碎如果論DP的數字的話 - 其實差距沒有到很多 - 但是咬碎能量上會高一點點 - 這邊打草劫出去 - 收拾掉大利爾 - 此時對手換上了角色 - 這邊是... - 結果是20大王 - 哇這場難打 - 因為他最後兩隻角色分別是20大王跟阿羅拉的酒尾 - 在屬性上來說都壓制到我們今天的主教 - 多瓏巴魯托 - 這邊的重則大任看起來是 - 克里斯亞至少要逼個盾 - 交給加熱地區的雙彈瓦斯基處理 - 當然多瓏巴魯托驚嚇的傷害量能夠去打 - 酒尾是沒有問題的 - 只是要看他到底帶怎樣的小招了 - 好 這邊對手打招 - 此時的話 - 剛剛好月亮之力出去了 - 能夠逼到盾嗎這一下 - 雖然月亮之力能夠直接雙克20大王 - 但是對手是扛得住的 - 傷害量差一點點 - 就差在有沒有數修的那加成的部分 - 接下來的話 - 雙彈瓦斯上來 - 有一手一個咬碎出來 - 並不是狂揮黨 - 我此時竟然切九尾上來的這邊 - 來不及出招 - 小小的失誤啊 - 沒有耗到阿羅阿九尾的血量 - 反而多瓏巴魯托上來這邊沒救了 - 雖然我們傷害量也是不錯 - 但對手畢竟有數修 - 然後加上他暗影的 - 傷害量更卓越 - 我們這邊是他半線 - 時時徐大勝的玩家就放掉了 - 比較可惜啊這一場 - 剛好對手的後順也兩隻 - 都有壓制到我們 - 加上加熱地區的雙彈瓦斯沒有一道熄鬧啊 - 非常可惜啊 - 好就下一場 - 這場看到的是比利吉隆 - 再次看到大力兒 - 現在怎樣 - 對手只要逆風 - 就會切大力兒上來就對了 - 可以說是高結盟的萬鈴丹啊 - 有問題就切大力兒就對了 - 不過這一場 - 不一樣的地方在於 - 一個狂尾打出去 - 立刻切了可惜啊 - 那跟剛剛那場 - 不一樣的地方在於 - 加熱地區的雙彈瓦斯沒有吃到降水炮 - 血量上還是維持住的 - 並且稍微耗了一下大力兒的血量 - 將打草結能夠收掉 - 順微還是維持住 - 好打草結出去 - 看一下對手是否擋招 - 那他一開始的比利吉隆 - 再打可惜斯亞也是比較辛苦 - 今天在陣容上來說 - 針對比利吉隆或者是格鬥系的角色 - 都是非常的順風順水的 - 剛好是妖精、幽靈跟超能力 - 好對手再次降水炮出來 - 但是第二下的時候 - 雙方是切起的 - 準備打草結出去 - 對手是出招了 - 降水炮出來是扛得住 - 可惜斯亞非常的慘 - 不過此時對手如果硬開盾 - 是能夠幫我們搶取順位 - 看一下他是否會開盾擋招 - 結果開盾擋招了 - 但是他開了兩盾 - 接下來就是多夢報托處理對方的時間了 - 而在超結盟 - 有絕對剋星胖可丁的存在 - 一般系跟妖精 - 剛好能夠克制我們的招式 - 但是在高結盟就沒有了 - 這樣換我們招式打誰都能夠應付 - 而此時大力兒出招 - 這邊開盾擋 - 對手選擇是冰凍廣術 - 擋完之後 - 之後小招能夠直接把他扒下去 - 不過有點可惜 - 剛好對手殘血 - 如果再使用一個驚嚇的話 - 他肯定會補薑水砲出來 - 會耗到血或者之盾 - 以後選擇七到擋招 - 是直接耗了一點能量也是ok - 而對手選擇了一開始的碧雄上來 - 面對到多龍巴魯陀 - 這邊令人匪夷所思 - 格鬥打幽靈莎量極低 - 而且他連續的三個招式之後 - 選擇夜刃出來 - 但夜刃在大龍也是減傷 - 欸不過這邊看起來好像是稀奇啊 - 但是對手竟然先出招了 - 是不是LAG呢 - 反正常這個暗影球能夠收掉B兄完全沒問題 - 但是等了一下之後並沒有把招式放出去 - 看來剛剛那一下是沒有按到 - 應該是LAG延遲了一梯左右 - 好暗影球出去 - 結果B兄竟然是扛住了 - 剛好殘血 - 而對手最後的角色是怪力啊 - 那這場要結束了 - 對手竟然派了兩隻格鬥系的角色 - 算是完全不幫我們今天的陣容當一回事啊 - 而最後的怪力選擇的是閻崩啦 - 但是閻崩在這一季被下修啦 - 其實近期怪力要選用的話 - 應該要配堅持攻擊 - 傷害量會比較好一些 - 而我們這邊配洗腦 - 可以打格鬥系的怪力 - 最終再一次看到B級龍這場就拿下了 - 那這場的話我們可以看到 - 多龍八五拖著暗影球 - 雖然平常打擊那一隻B級龍 - 其實傷害量看起來好像沒有到那麼的痛 - 好 結果下一場 - 這場開局再一次看到快龍 - 不過對手選擇是古文巨神2直接上來 - 那古文巨神2上來 - 我們這邊有狂回打可以處理 - 所以整體上也沒有落實 - 不過傷害量看起來好像普通通 - 衝突的話 - 多龍八五拖上來 - 這邊上來雖然要開一盾 - 但是可以農好農滿 - 對手快龍再次上來的話 - 廣域破壞出去也能夠逼到盾 - 加上這邊看到 - 槍上不只一發廣域破壞 - 所以整體上優勢還是在我們這裡 - 共在前期場也有看到 - 快龍吃到廣域破壞 - 血量上會噴很多啦 - 所以他如果不擋 - 會死得更快 - 但是擋的話 - 我們會連發 - 整體上還是優勢很多 - 好對手擋招了 - 立刻再補一發 - 這邊看起來攻擊是下降的 - 立刻再補他一發 - 狂一破壞壁 - 比龍爪優秀的地方在於 - 有這個效果 - 數據上是一樣 - 攻擊下降兩階 - 但是快龍畢竟 - 龍息是能夠屬性上壓制 - 還是幫我們點下去 - 而加勒的地區的山盾瓦斯 - 再次上來的時候 - 對手選擇電龍上來 - 那電龍目前沒有盾 - 所以克里斯亞的出招 - 能夠直接壓制 - 今天在陣容上 - 可能在打鋼會比較辛苦 - 畢竟 - 我們的加勒地區的山盾瓦斯 - 能夠打鋼平上的招式 - 就是殺量比較低的礦回打 - 那克里斯亞的配招 - 是完全沒辦法打鋼的 - 但是好險 - 他作為一隻並不是鋼器 - 電龍來說的話 - 目前有盾 - 絕對能夠拿下沒問題 - 加上快龍其實是想上不多了 - 好對手再次礦回打出來 - 狂揮打算能量上是變短 - 但傷害量也是下手 - 機制改動的話 - 多數玩家會認為是UP - 畢竟能量上比較短 - 比較容易快速出招 - 但是這邊有兩個缺陷在於 - 第一批每一點能量的傷害 - 是下降了一點點 - 加上如果你出招的時候 - 其實會讓對手多補幾個T數 - 是沒有到那麼賺 - 就看你有沒有考慮到彈性 - 跟他實際數據的狀況 - 好這邊電龍是他殘血 - 然後且妖精西上來擋他 - 二系招式 - 最後快龍上來 - 這邊隨便放一招交手工 - 畢竟本身的屬性妖精雙抗龍 - 在毒系跟妖精能夠雙抗對方的滿力 - 快龍要贏過這隻雙彈瓦斯 - 除非他有配暴風 - 不然整體來說是不可 - 好那一個新鬧出去 - 收拾掉快龍就拿下了 - 好進入下一場 - 看一下下一場的對手 - 這一場看到20大王 - 這邊屬性上絕對壓制 - 不過如果目前的狀況多 - 暴風托遇到20大王的話 - 會被小招的差距直接給扳倒 - 比較麻煩 - 但是對手的20大王並沒有選擇換角 - 反而跟雙彈瓦斯持續打下去 - 那我們在昨天影片有講到雙彈瓦斯的部分 - 其實他沒有標配招式 - 畢竟狂揮打、吸鬧跟過熱 - 都有他的用途存在 - 但是會首先選一個短能量的狂揮打 - 至於第二招就看玩家怎麼搭配 - 那他可能是讀我們在過熱加狂揮打 - 所以他還是持續打下去 - 但是我們並不是講操作 - 反倒是還是逼迫他是換角的 - 他選擇上來的角色同樣是龍系的 - 竟然是奇拉蒂娜 - 那狂揮打出去之後 - 看起來傷害量真的是欠佳 - 打1 3分左右 - 到對手奇拉蒂娜出招 - 影子偷襲出來 - 接下來的話會被暗爵抓點下去之前 - 一個吸鬧出去 - 看一下能不能再逼迫對手開盾 - 看一下能不能再逼迫對手開盾 - 兩招直接犧牲掉奇拉蒂娜 - 那二絲大王可以避開我們 - 接下來他是用龍位幫我們擺掉 - 很可惜沒有補到招式 - 其實剛剛應該要選擇 - 多龍巴魯托去打奇拉蒂娜會比較好 - 至少擊倒廣於破壞這邊可以稍微牽制一下 - 這一隻二絲大王 - 反倒現在上來 - 沒有氣 - 對手這邊會把招式連發 - 盾的話就會劣勢 - 喔不過他終於換角了 - 最後一隻角色 - 竟然是阿羅阿的九尾 - 此時看到九尾還能夠打 - 因為他在初招上偏慢 - 克里斯亞有血量 - 還有盾 - 所以要收拾到九尾應該是可以的 - 多龍巴魯托就能夠避開 - 最終用廣於破壞去騷擾那一隻二絲大王 - 這一場是有希望的 - 這邊先來一個殺害量比較高的越洋之力出去之後 - 對手擋招了 - 但可惜了 - 對手攻擊並沒有下降 - 這邊他一定很想要直接把克里斯亞點下去 - 但是靠著優秀的產度 - 我們能夠跟他消磨 - 再補一發越洋之力 - 但是殺害量看起來普普 - 但是更重要的是對手攻擊下降啦 - 這邊完全是有希望的 - 克里斯亞這邊沒有爆 - 吃到一發氣氧球 - 看起來殺害量真的是氣氧 - 最後這邊是二絲大王上來了 - 但二絲大王上來瞬間來不及出招 - 這邊我們先廣於破壞出去 - 直接收拾掉你二絲大王 - 但多龍巴魯托剩下半血 - 會被對手的殺娇直接點掉 - 並沒有辦法使用招式比較可惜 - 但對手目前想上也很低了 - 所以許大師恩玩家 - 直接用一個打草結出去 - 平傷打擊 - 收拾掉最後一隻阿羅拉九尾 - 是驚險獲勝的這一場 - 雖然對手中途切其阿蒂娜上來 - 做一個緩衝 - 但結局還是穩住了 - 結果是皮可西啦 - 結果是皮可西啦 - 我們在影片中有賦予妖精系最強的名稱是皮可西 - 但其實遇到雙彈瓦斯 - 雙彈瓦斯有毒系 - 也是能夠壓制他 - 所以對手看情況不妙是換角了 - 但其實不用那麼早換 - 畢竟我們今天是沒有帶毒招 - 孔偉達跟細鬧頂多平平而已 - 然後這邊一個細鬧出去之後 - 對手其阿蒂娜是重傷了 - 剩下半血 - 應該說剩三分之一啦 - 這樣的血量孔偉達出去也能夠收掉 - 但並沒有持續打下去 - 反倒讓多龍巴偶托上來 - 多龍巴偶托此次上來的話 - 肯定得開盾擋招 - 不然這邊會遲到一下會重傷了 - 狗龍爪出來沒有打 - 看起來要犧牲多龍巴偶托的 - 這一場大概是一個招式出去之後 - 立刻就讓其他角色上來支撐了 - 好 再一次看到一開始的皮可西 - 不過槍上有幾道暗影球 - 可以看一下多龍巴偶托的暗影球 - 打皮可西殺害量多少 - 高結盟大家都很坦的 - 所以多龍巴偶托的殺害量 - 比較不能夠發揮出來 - 一下下去頂多打皮可西半血多一點 - 所以說論威嚇力的話 - 其實超結盟比較適合多龍巴偶托發揮 - 畢竟高結盟大家坦度真的是非常有益 - 你很難趁著對手殘血的情況下收掉 - 再影響整個戰局 - 對於多龍巴偶托這種以攻擊駐成的角色 - 高結盟比較不太適合 - 對手作為這隻角色是按理版本的大力二 - 此時上來面對到克里斯亞 - 他的大招帶的是咬碎 - 還降到我們防禦力 - 有點麻煩 - 輪出招速度的話 - 對方是稍微快了一點點 - 所以在雙方都有盾的情況下 - 因為他這場看起來有點危險喔 - 畢竟對方的小招暗影爪 - 是能夠打超能力氣的克里斯亞 - 所以他開盾強取克里斯亞 - 是有機會辦得到的 - 然後選擇是短能量將水炮出來之後 - 這邊打草結出一彈 - 竟然跟對手切齊了 - 這邊算是失誤啊 - 反倒遲遲把作為盾開掉了 - 但是接下來打草結我們看起來比較快一點點 - 就算對手把這個招式擋下來 - 終究能夠出到招式 - 所以至少收拾掉大力二也算不錯 - 不過如果對手這邊拿一個氣搖擋招的話 - 會比較麻煩 - 但他並沒有這樣做 - 打草結還是出去了 - 漂亮 - 但是這一隻大力二血量上看起來有點多 - 結果吃到招式殘血 - 逼得許大師的玩家立刻切了加勒的地區的雙彈瓦斯上來 - 補了一個狂回打 - 哇這一下把能量給浪費掉了 - 最後剩下一隻皮克希 - 皮克希這邊用一個高速猩猩 - 有辦法收拾掉加勒的地區的雙彈瓦斯 - 而許大師的玩家這邊並沒有把招式放出去 - 讓對手先出招了 - 高速猩猩出來 - 但是沒有鼠修殺量普普普 - 結果忍住 - 最後還是選擇了殺量比較高的嬉鬧啊 - 想不到皮克希的這個高速猩猩的殺量那麼的低啊 - 本來以為他的出招速度有所扭轉啊 - 但看起來 - 整體的數據表現好像還是差強人意啊 - 皮克希其中一個問題 - 除了出招速度之外 - 還有打鋼比較困難 - 如果能夠解決打鋼他應該會更好用一些 - 好 進入進的做一場的話 - 做一場看到在這一季被下修的紋箱勇士 - 紋士泥巴射擊或者雙倍奉還 - 能量上都是被下修的 - 導致他的出招速度變滿 - 但是還是玩家在這一次的20季高結盟使用啊 - 那對手先打一個吸鬧之後 - 持續跟我們打下去不知道為什麼 - 正常來說是要換角的 - 然後對手的招式是熱水 - 然後又降到我們攻擊力 - 但是我們接下來在補你一發吸鬧的時候 - 對手是換角了 - 那吸鬧出去打到的角色 - 這邊是... - 喔 結果是克雷瑟琳 - 在攻擊下降的情況下 - 這邊殺害量比較低一點 - 那奴隆巴射此時上打 - 用幽靈打你的超能 - 但是在高結盟 - 坦度非常優秀的克雷瑟琳亞 - 這邊傷害量真的是偏弱 - 對手先來個御洋之力 - 反倒是比我們開盾的 - 不過我們可以帶他出招之前 - 把招式放出去 - 終究能夠壓迫一下 - 此時克雷瑟琳亞行上大概剩五分之一 - 選擇是傷害量比較短的廣域破壞 - 一下下去之後克雷瑟剛好下場 - 雙方在平盾的情況下 - 維西隆老師帶雙倍鳳凰看起來是不敢上來 - 就看做一隻了 - 結果做一隻是帶一隻龍席的奇拉蒂娜 - 但這邊我們有氣氧上的優勢 - 可以連續的廣域破壞 - 加上本身有暗影球 - 所以對方有機會開盾 - 好 一下下去先逼迫隊友開盾了 - 然後在對手沒盾的情況下 - 暗影球直接出去 - 看一下暗影球 - 多夢霸脫打奇拉蒂娜傷害量多少 - 一下下去奇拉蒂娜直接倒地了 - 傷害量非常卓越 - 屬性上有壓制還是有差 - 最後雙倍封環的溫霞龍士兩手一攤 - 看起來沒救了 - 多夢霸脫一打三成功了 - 那我們來做一下總結吧 - 我們今天再次看到第八代準神 - 多夢霸脫對戰的樣子 - 不過不同於超結盟 - 這次在高結盟對戰 - 在這環境下大家的坦度都非常優秀 - 導致多夢霸脫的傷害量 - 其實沒有辦法快速的把對手給打到 - 就會衍生出一些比較麻煩的狀況 - 是我們今天看到多夢霸脫在高結盟對戰的感覺 - 不過如果暗影球還是能夠打到屬性壓制的對手 - 還是有一發暴擊的實力啦 - 不過這樣的話還蠻講求運氣以及隊友的搭配 - 整體的穩定性並沒有像超結盟來的那麼的優秀 - 所以玩家如果真的要嘗試第八代準神多夢霸脫的話 - 高結盟跟超結盟 - 但你覺得超結盟可能會比較適合一些 - 不過玩家如果手上有一隻高結盟不錯體質的多夢霸脫 - 那麼最後的話我們要再次感謝許大事人玩家 - 提供精彩對戰影片給玩家們當作參考囉 - 我們下部影片見